哎呀 西安这雨真的是我的天呐 没完没了的夏呀 刚能停不到半天 那个是哪里 这这个 对 OK 我到一间快递啊 应该这个应该是一个 我从贵州的一个藏家手里买的一个东西 相当不错 我给大家拆开看看是什么 从藏家手里买的东西 一般都带盒子你知道吧 哎 保护的盒子很好 哎 等等 就是这么一个小的罐子 大家看 年份是明末清初的 个人认为是顺制 这个画的是那种 福山寿海 应该是龙马富途吧 对吧 这种的 比较漂亮的一个 青花的瓶子吧 东西非常的罕见 你看这么小个瓶子 画这种大画片画的特别满 就特别好 我们把镜头转过来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这件东西 OK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这件东西 首先我们看这个气形 一看这个气形 一看这个题材 这就是明末清初了 大家知道这种 就是海水里边跑马的这种东西 一般像这种画法 一般来说呢 明代晚期比较多 但是这个明代一直也都有 但是这种画法的明晚期比较多 然后我们再看它这个气形 看一下它这个修足 我个人认为还是偏顺致多一些 有人说就是明末 比如说是重真的呀 或者是别的什么年代 但是我觉得这应该就是一个顺致的东西 我们可以看很漂亮 包括它这个修足 非常的干老熟 画的也很棒 这种发色也是典型的顺致时期 清料的这种发色 有点微微的点发深 发深的颜色 画的很棒 龙马富途 富山受海 然后买来的时候没有什么毛病 基本上是全品 就是这个地方 有一个这个小的这个抱柚 抱柚里边钻进一些灰 因为常年的这个 船市的情况下 会有这种痕迹 其他就没有什么毛病 我们看 尤其这种 对吧 非常非常典型的 清代顺致的一个精品的小 这应该叫罐子 不能叫莲子罐 卖家当时 就是藏家当时给我说 这是莲子罐 我就没说话 莲子罐 我感觉这不应该就是莲子罐 这是一个小罐 只是画片真的是非常好 我也特别喜欢这个画片 骂的 而且很小 这样一握很舒服 东西非常的开门跟典型啊 这种画片也是典型的这种明末清楚的画片 然后气形也是那个时候 我们知道这个气形上面有很多那种画那种冻石的呀 对吧 一个那大冻石的呀 有的画蓝草的呀 画一些花卉的 这种画这种浮山寿海 然后龙马富途的却是比较少见 那这个马画都非常的奔放 而且这种是那种满画片 就是有的那些画片会小一点 或者满画的会小一点 你看这个 它占整个这个器物的这个比例非常的大 一般这种大画片的东西啊 都非常的受欢迎 而且它很少 你看一般那种反正那种规规矩矩的比较多 但是反正这种画的又满又大的很少 所以这种呢也是比较受藏家喜爱的 东西啊就是这么一件东西啊 很开门 然后讲解的点也就这么多 你看修足对吧 我们以前也说过这种修足 如果是要往明晚期走的话 它这个修足就要再往高一点 往高一点走 会露出这么大一节的这个胎 如果是顺制走的话 它就会露一点点 康熙一般就到底了 或者二层胎了 当然这是一个泛泛的说法 这不是绝对的 不能绝对上去看它 好吧 东西就是这么一件东西啊 非常精彩的一个小物件 一个罐子 你别看它小 这我藏家手里买货 属实也是不便宜的啊 OK我是天元 喜欢我的视频可以点赞加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